火星电影情报站 有全版 首先来看一下 近期厌宪电影的热评 Top3 看来 情怀这东西 属于可再生资源 要不然为啥蓝胖子 能收割了一茬又一茬呢 虽然3月份就已经在日本上映 而且还是1989年 剧场版的翻拍 哆啦梦 新大雄的日本诞生 依旧可以在本周上 就话题榜第三名的位置 简约的画风 没有什么太大进步空间 而且这次连3D都没有用 妥妥的怀旧 好在国语配音的质量 是越来越好了 纠结看原生还是配音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 作为最近的为数不多的进口大片 泰山归来 险战丛林 可可绊绊的 挤进了话题榜第二 要说故事的话 片子实在是犯上可乘 要说养眼的话 那就可以好好聊聊了 当我们听见 电影院里姑娘们的呼声 随着在丛林里玩3D跑酷的人 遇现高低起伏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卖肉这件事 不是妹子的专利 少年 不想在月光如雾的丛林里来一发吗 不对 说好的床戏帽子 在国内上映的时候 剪掉了 大哥出马一个顶俩 虽然绝地逃亡的好评 比成龙逃得还快 但是不妨议着片子的话题性上 毫无悬念地碾压 各种进口大片和情怀的 不老只是个祝福语 我们不能要求年够花甲的成龙 再像个小伙子一样活蹦乱跳 但是不是可以要求 不要再破坏曾经美好的记忆呢 观众们会记住红班区 最前2A计划至于绝地逃亡 这样赶快逃亡吧 抓紧 网络大点一新片的上映速度 日渐提升 话题榜也一天一个样 接下来就来看看 本周被网友们热议的 是哪几部王大 相信喜欢恐怖片的朋友们都知道 前阵子导播上映了一部 家耶子大战争子 两大人气女鬼的私自大战 有多新眼球可想而知 本周网络娱乐的精神 国内也拍了一部 比先大战争子 为女鬼大战增添了一抹 终日对抗的色彩 凭借选乐间的恐怖和女人打架的网络元素 轻松提升本周话题榜第三名 不过话说回来 比先不是随机照来的缘混吗 运气好的话能招一帮 打穷架应该比一对一更好看 这是可怜的真词 为什么受伤的 为的话题榜亚军的同样是一部 惊悚题材的网大 名字就叫做 网络惊魂 据说这是一部成本小到 演员自带服装的小正本电影 但是颇具创意 因为所有的故事 都是发生在电脑桌面上的 还是没对QQ表示了 深深的恶意 表现上借鉴了 弹窗惊魂和解除好友 内容上还是努力的朝着 很黄狠暴力的方向发展 简单来讲 是一个美女如厕被偷拍 引发的血案 这么重口味的片子 确实很想看 这次的网大 是我的极品女神 没错这片名烂到爆了 但是如果你知道 这部网大的阵营 就不会惊讶它 为啥能有这么高的话题度了 这部片子是王金拍的 对就是那个拍 澳门风云烂片三部起的王金 有了王金导演 主演自然也是牛叉的人物 男一号真一剑 女一号都行啦 这样的阵仗来拍网络大电影 你让第二名那些 叫演员自卫服装的剧组 情何以堪啊 好在这部模仿 我的机器人女友的片子 继承了网大一贯的水平 或者说维持了澳门风云的水平 没有对小成本网大构成打击 我帮你吧 不不不你别动 另外有院线导演 进驻网大的先例 那么估计后面消防者 也会不少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热榜内容 更最远先好忙碌大电影资讯 请关注火星电影情报站